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文城Lucy專欄頻道 由於今天已經接近跨年了,所以想說今天來點特別的 那最主要呢,希望大家明天去跨年都能夠 Have Party, Have Fun 然後再來就是明天過後迎接2018年啦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夠身體健康,然後心想事成 那因為既然講到Party呢 其實我就想到說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蠻特別 而且也值得一提的一個地方 它是位在上海市鴻口區的1933老廠房 也就是說在上海市中心大概往上,就往北的一個方向走一點這樣子 那它最主要呢,它是建造於1933年 它算是一個歷史建築物再利用的一個形式 那當時它建造它的時候,最主要是做一個深處的屠宰場 就整個上海市深處的一個屠宰場 那因為那時候,其實它整體的建築設計 當時啊,是委託一個英國的建築設計師Belfast所規劃設計 所以在裡頭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別出用心的一些設計的規格跟特點 那待會會再跟大家簡單介紹到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其實它的面積總地 樓邊積大約三萬兩千五百平方米 那大概約台灣平大概一萬平 那給大家一個reference,大概像我們的那個中校SOGO 大概就是營業面積樓地板大概是在一萬六千平左右 嗯,然後好,OK,所以接下來想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它那時候後來因為經歷過戰爭嘛 然後所以整體其實他們那個利用什麼後來其實就變成說比較蕭條 然後直到這個1970年的時候它整個這個停產嘛 然後後來就被後來的一些食品相關的一些局處室來做單位做租用 那直到2006年的時候呢,它由這個上海創意產業投資公司 開始著手進行改造 就所謂的歷史古蹟的這個改造再利用 然後建設為創意產業的園區 那後來就從2007年開始正式營運開始做一些展場啊,租借場地啊 還有辦公室啊,店面的像這種活動,然後展演的一些空間使用 那它目前呢,就是叫做,稱之為叫做上海音樂谷 那它其實它也現在也被頒布為首個國家級的音樂產業基地喔 那它基本上是,呃,與其其名的基本上就是在北京、廣州、成都這樣子 嗯,然後同時它也被列為就是AAA級的這個旅遊景點 嗯,那同時它也是被列為就是上海市的十二五的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規劃的重點 那因此呢,其實它整體的這個核心的區域面積大約是在28萬平米 那這個概念呢,就是reference就是華山文創園區大概是在72000平米 那也就是說大概是四個大的這個華山文創園區 對,那講這麼多呢,其實就不禁讓我想到,既然它叫做上海音樂谷嘛 就不禁讓我想到我們位在南港的這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是,我記得沒錯的話是在2013年開工啦,那是預計2018年完工 沒錯,希望我們的這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還有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都能夠在2018年都有一個好的開始,好嗎? 就是要有執行力,然後那個心願,那個to do list 都能夠達成 然後講到它的建築特色的話,最主要就是它的一個散行柱 然後還有它的戶外,就是建築物外觀的這個花閣窗 然後還有牛道以及就是廊橋 所謂廊橋,它其實在這建築物裡頭有26個這個廊橋 它的窄度都不一樣,因為它這個整個設計是當時是否這個深處要去屠宰場的一個路程的過程的一個路線 所以並不是給人走,所以走起來其實會非常的窄 這當然也因為這樣它形作出它整個建築物的非常具有一個獨特性 然後那因為它其實整體空間現在的一個利用方式就有很多元了 包含就是辦公室出租,一些文創相關的就是相關的一些企業的進駐 然後還有一些商鋪的出租 然後還有會議會展,還有就是活動場地的出界 還有音樂空間就是一些錄音室啊唱片工 就是像這樣的相關聯性的一些輔助性的一些空間 嗯,那所以說呢我就想要對照一下 因為當時啊其實09年那時候 10年那時候去的時候其實真的 人其實說坦白就是人真的蠻少 因為除了自己以外,除了我們自己以外 就沒有,路上完全沒有什麼其他人 在這個空間裡頭沒有什麼其他人 除了有零星有進駐的一些廠商空間以外 嗯,那當然對照現在 因為今年就是在就是夏天呢 夏天跟秋天的時候有去嘛 所以正好呢也是他們 嗯,週末的時候,週末的時候有辦活動 所以正好可以看出兩個部分 一個就可以看出從這個廠商進駐的這個名單的一個對比喔 也就可以看出來其實現在進駐的一個廠商 還有店家真的非常多 包含你可以看到像這樣人蠻為患的Starbucks 然後還有另外他在一樓也有進駐像那個健身房 像這樣就是多元化的業種都有在這個裡頭 嗯,然後大概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企業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當時其實我印象最深刻 對於這個空間印象最深刻 是他的一個頂樓有一個 嗯,路台空中這個展演 空中展演廳喔 就空中這個展演廳 所以那時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他是非常的氣派,康樸齁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我們那時候來的時候都在思考說 像這樣的空間因為他並不是在主要的一個商圈 主幹道的一個商圈上喔 那他到底能夠怎麼樣的經營 或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營運的方式 未來到底能不能成功或怎麼樣的 那時候都是當時在思考跟研討的一個議題喔 那現在我今天這次去就是 特別想去看一下我那個空中的這個展演廳嘛 所以印象很深刻是當我到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的訝異 因為真的是他正好在辦一個所謂的就是summer的海灘音樂 啤酒吧,海灘音樂party 然後我覺得人非常非常多 然後非常非常的活弱跟非常的活潑 所以一整個就是被吸引到 就很想去看人家到底幹嘛 就立刻付了門票錢進去看 然後會發現他裡頭就有點像是 就是乾的海灘party 然後園遊會 對,園遊會或是創意市集 大概是想講 但因為你投資的人很多 然後你會覺得非常多樣性、多元性 而且在上海其實有非常多的外籍人士 外籍人口嘛,外國人 所以你會覺得真的很多外國人在那邊很老啊 你會覺得非常多元啦 我想知道你會覺得很滿意 那這個要是會很大的分別 寶貝 其他地方 我會覺得很難超越快 不是經常人的zieh子 大家這些東西 還有很多人 打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